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是 人到中年才明白 穷不怪富 孝不比凶 苦不择欺 气不凶子 我们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人 大多数人都是擦肩而过 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人到中年才明白 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人 其实没有几个 无非就是 生我养我的父母 异母同胞的兄弟 白头相守的夫妻 和妻下成欢的孩子 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穷不怪富 孝不比凶 苦不择欺 气不凶子 是我们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 一 穷不怪富 诸子嘉训有言 众贵财 勃父母 不称人子 如果一个人嫌弃父母贫穷 百般刁难父母 眼里只有钱财 那么他就丧失了为人子女的资格 从前有一个侨夫 以砍柴未生 历尽艰辛将儿子养育成人 并给其娶妻生子 每天砍柴坏来的钱 也都交给自己的儿子 但儿子不但不感激父亲 反而嫌弃乔夫贫穷 砍柴坏来的钱一天比一天少 甚至对乔夫拳打脚踢 乔夫无奈 只能每天砍更多的柴 一天 乔夫上山砍柴的时候 救了一只鹿 那只乔夫刚转身要走 鹿开口问道 你救了我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原来这只鹿是山神 乔夫见状便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 山神听后便说 你三天后再来这 我给你一些黄金 这样你们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你的儿子也就不会再为难你 乔夫听后高兴的下山了 回去告诉自己的儿子 哪知 儿子看着乔夫没有砍柴 以为是乔夫编的谎话 乔夫是伤心欲绝 找了根麻绳 吊死在门前的槐树上 第三天 山神没有等到乔夫 便来到了乔夫家 看到了槐树上乔夫的尸体 老槐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山神 山神听后大怒 吹了一口仙气 房间瞬间倒塌 乔夫的儿子被压死在里边 父母是给予我们生命 抚养我们长大的人 身为子女要懂得感恩 而不是一味的嫌弃父母的贫穷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一个人最大的修养 就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 即使生活不尽人意 也要善待父母 孝顺父母 要知道 穷不怪父 是做人的根本 二 孝不比凶 弟子规中讲 入则孝 出则涕 生而为人 孝是最基本的要求 孝顺父母是为人之本 若是孝顺父母只是为了利益 为了攀比 那就是一种伪孝 只会让父母寒心 从前有一对兄弟 在父母的帮助下 都已经娶其生子 父母帮助二人成家 花光了积蓄 但兄弟二人都觉得 父母年事已高 不愿抚养 父母只能沿街乞讨 过了一段时间 兄弟二人发现 父母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拿着自己的枕头 如厕也会戴着 兄弟二人心想 这枕头之内必有财宝 于是开始抢着服侍父母 想让父母把财宝传给自己 兄弟两人争相讨好父母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几年之后 父母病逝 两人撕开枕头 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石头 原来 父亲看着自己辛苦养大两人 自己只能沿街乞讨 才出死下策 孝顺父母是为人子女的本分 凭的是一个人的良心 一旦加上攀比 那这份孝顺就会变质 不但会引发家庭中的矛盾 更会让父母寒心 只有真心实意孝顺父母的人 才能想孝顺父母的福 人生才会越过越好 三 苦不择期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大道之行 不择于人 真正优秀的人 懂得遇事不责怪别人 尤其是在夫妻之间 更应该相互理解彼此珍惜 从前有一个富商 娶一贤妻 生活本来是幸福美满 但由于富商的一次失误 让万贯家产富之东流 夫妻二人贫苦度日 虽说日子苦了点 但妻子还是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 丈夫则不然 整天哀声叹气 对妻子也没有之前的好脾气 有时甚至会打骂妻子 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妻子身上 贤惠的妻子理解丈夫的苦楚 依旧陪在丈夫的身边 一天 丈夫之前的朋友相约一块吃饭 想要帮他一把 丈夫知道之后非常高兴 第二天便和妻子早早来到餐厅 期间交谈甚欢 朋友也答应借助丈夫一笔钱财 帮助他东山再起 就在谈话即将结束时 妻子不慎将面前的茶杯打翻 茶水流了一桌 丈夫见状 对着妻子就是破口大骂 朋友看到他对妻子的态度 便收回了答应相借的钱财 转身离去 夫妻二人依旧过着窘迫的生活 人这辈子 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就是妻子 在你生病的时候 是妻子在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在你外出打拼时 是妻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你遇到困难时 是妻子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陪着你 鼓励你 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从不会轻易责怪妻子 即使是在生活窘迫的时候 也懂得相互体谅 苦不择期 不仅是一个人的人品 更是一种修养 四 气不凶子 听过一句话 父母的嘴决定孩子的命运 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是每个父母的责任 但有的父母 总是把自己的情绪发泄给孩子 殊不知 言语之伤皆是暗伤 生气是对孩子说的话 有可能会毁掉孩子的一生 看过一则新闻 印象深刻 一位父亲失业在家 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家 手里拿着期末考试的成绩单 父亲拿过成绩单看了一眼 把试卷往孩子脸上一扔 冲着孩子就哄道 我挣钱供你上学 你都学到哪里去了 考试就考这么一点 我养你有什么用 说完 转身朝卧室走去 没走两步 就听到开窗户的声音 转身一看 孩子放下书包 从二十一路的窗户跳了下去 父亲瞬间瘫坐在地上 语言是最伤人的利器 尤其是在生气的时候 身为父母要知道 孩子虽小 但也有自尊 凶言恶语 只会给孩子的内心 留下永远的伤痛 家人有过 不宜暴怒 好好说话 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人到中年才明白 真正能放在心上的 就那么几个人 而这几个人 几乎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一定要好好珍惜 不要抱怨父母的贫穷 父母老了 我们要学会包容和孝顺 不要和手足攀比 因为你遇到困难 他们可能是第一个 挡在你前面的人 不要责怪爱人 他是陪伴你一生的人 要懂得珍惜 不要冲着孩子发火 他们还小 我们要懂得引导 做好榜样